好 另外台灣中油公司選在4月22號世界地球日這天 在台南前鋒路的加油站來舉辦了能源及智慧綠能加油站轉型成果展 副總統賴清德是特別來到場觀展 董事長李順青更是親自來解說站內的各項設備 來展現了台灣中油近年推動靜零碳盤以及公司轉型的努力 今天天氣很好 回來台南我心情特別好 心情很好的副總統賴清德週六一早回到台南 參加台灣中油公司在前鋒路站舉辦的能源及智慧綠能加油站轉型成果展 台灣中油特別選在世界地球日這一天 向國人展示智慧綠能加油站內的各項設備 董事長李順青更特別將前鋒路站經BSI認證之碳中和證書送給賴清德 讓他十分肯定中油拼轉型的努力 所以我今天是很高興來看這個成果 結果我一看被安排的地點是台南 而且是前鋒站回到台南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本來內心就特別高興以外 而且又是前鋒站 所以看出當時的帶董事長的決心 要把這個站當作公司轉型升級的前鋒 我們給董事長一個熱烈掌聲 有這個決心 台南前鋒路站加油站是第一個應用產能除能用能智能的地方 還是國內第一個達成組織碳中和的加油站 李順青說 未來會持續努力實踐悠減碳節能三大永續經營策略 記者綜合報導